好,現在我們看一個例題 在下列共和各種規格空氣磚田的矩形工程工腔內 求其主要模式及頻率 這個主要模式跟頻率 A大於B大於D A大於D,D又大於B A等於B等於D A及B分別為X、Y 應該有個D啦 A、B、D 就是這個A、B、D 分別是X、Y、Z的長度 好,現在我們選擇Z軸為傳播方向 就是說跟我們導的這一組一樣 在T、M、N、P模式的租廠分量中 M與N借不得為0 M與N都不得為0 P可以為0 那我們回家看看為什麼 你看 它如果M跟N任何一個等於0 這個就沒有了 對不對 這個就沒有了 但是P等於0的話 還沒有關係 P等於0的話 Cos這項等於1 所以 是這樣子 T、N模式呢 M、N不得為0 最小最小就是1 P可以是0 好 T、E模式在分量中的M、N M與N借得為0 但不得同時為0 而P不得為0 OK 那就是說 如果T、E模式的話 後面這個不可以是0 最小最小就是1 這裡說M跟N 有一個可以是0 另外一個是1 這個是0 另外一個是1 這個就是 它的最低模式 好 要舉行 共振空腔的 共振頻率 是這個 那現在我們看 A大於B大於D的狀況 共振頻率呢 A大於B大於 這個最小 分母最小就是這個 這個分數要最大 分數最大 所以說你這裡 任何一個等於 只留一項 這裡如果只留一項 然後取這一項 或者是跟這個 這個等於0 就是說 你這裡任何一個等於0 取兩項 或者這個等於0 取這兩項來說呢 這個是最低頻率 最低頻率 因為這個最小 1最小 所以這項 最大 所以它的主要模式 就是 TN1 好 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因為B最小 所以這一項 如果N等於1 這個等於1 這個等於1的話 應該是這一項 最大 不能留這一項 只能留這兩項 只能留這兩項 所以就是這個 主要模式 是TN1 然後兩個相等 三個都相等的話呢 它的最低模式 都一樣了 A等於B等於D 你這個A換成B也是一樣 換成D也是一樣 所以它的 這個時候是減B模式 那麼就是 就是這個樣子 好 這個是 舉一個例子 叫我們分辨 它的Dominant Mode 是什麼 然後第九節 就是共振空腔的品質因子 品質因子 我們知道 導得很 很麻煩 我們就不導了 我們就 記得我們以前講過 Q值 是等於2π 乘上 最大 儲藏能量 就是空腔裡面儲藏的 最大能量 以及它每一周 所耗施的能量 它也等於 頻率 被它的這個 dF dF就是頻率 半功率頻率 兩側的半功率頻率的 差 的底值 好 那這就是 我們要導出它 是這個式子來 因為它的 它的能量 就是 電能加上磁能 PL 是耗損 空腔力耗損的時間 平均功率 然後這個呢 每周 就是每周耗損的能量 每周期耗損的能量 那 那麼我們就是把 把這個 把這個東西 帶到前面這個 柿子裡面去 2π乘上這個 那就變成 這樣 我們就把 Omega Omega 已經有了 Omega 是什麼 要把 W 總能量 電能跟磁能 還有這個 每周期耗損的能量 帶進去 就可以算出來 這個我們就 稍微 原理就介紹到這裡 底下我們就看它的一個 例題 求共振空腔 不要了 求共振空腔的Q值 共振空腔的Q值 A x B x C 矩形共振空腔 T E 101 模式為例 以這個 這個模式為例 因為它只有這三個 分量 只有這三個分量 這三個分量 我們首先要求 求W W就是 W1加上 W M W1就是 2分之1 10 Ey的平方 因為它E 只有Ey 看到沒有 只有Ey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 Ey的平方 帶到這裡來 這是它的 安比就提出來了 常數也提出來了 積分積出來 這個Dta 就是 取的體積基數 就是Dx Dy Dz 那x從0到A 積分 y從0到B 積分 z從0到D 積分 於是 我們把這個 積出來呢 就變成 這個值 我就不仔細去講這個 好 總平均的持能呢 因為持能呢 它有 兩個 component 兩個component 兩個component 兩個component的話呢 那我們 H H H呢 就是 有這兩個component 有這兩個component 就跟這個一樣 這是二分之一 Epsilon 0 取它的Average value 那這個地方 再多一個 二分之一 這個 這個 這個其實跟這個 是一樣的 然後把 Hx 帶進去 Hy的平方 帶進去 ok 然後照這樣子的 積分 積出來就是這個值 這個值 共振頻率 我們把F101 帶進去 這個E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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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進去 E01 這個0了 這個就沒有了 就剩在這一下 把這個帶到 電廠裡面去 電廠的能量裡面去 因為它前面都有一個 都有一個頻率 Omega0 Omega0 ok 帶進去以後 變成這個 就是這個 跟這個是相等的 這個跟這個是相等的 所以就是兩倍的WE 最後是得這個值 好 能量算出來了 然後我們就要算它的 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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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算它的 這個 Average Power Density的 絕對值 那麼 它就等於 因為它現在電流 都是表面電流 這也是表面的這個電阻 那我們可以 用這個來 來帶 因為 Ht 為空腔壁上的 磁場的 切線分量 B 上的耗損功率 因為它 一對面 每一對的面 X等於0跟X等於A 這一對的面相同 Y等於0跟Y等於B也相同 Z等於0跟Z等於B 這一對的B 都是一樣的東西啊 就是說 它六個面 一對一對 對面的都是一樣 然後 然後 這裡都更更正了 你看到沒有 這個地方都寫了 就是說這個 Ht在XY平面 就是HX Ht在YZ平面 就是HZ Ht在ZXXZ平面 就是這兩個之核 那麼它耗損的功率呢 是等於功率密度 對這六個面 來積分 六個面呢 其實我們只要 積三個面 積三個面 然後這三個面 我們 就可以 乘個2就好了 乘個2就好了 OK 好 那現在 乘2就是六個面 好 那現在它這面 有 比如說XY面 XY面呢 它就是 像Z Z Z等於0 跟Z等於D 那麼這個面呢 是XY面 好 那麼 Z面上面的 這個切線分量 Ht 它有這個 XY面 它有這個 它是HX 就說在 朝X方向的 X分量的 磁場 那麼在這個 XY面上面呢 這個是它的 磁場的 切線分量 磁場的切線分量 好 然後我們再看 這個 YZ面 看這個面 YZ面呢 它就是 YZ面 就是這個 X等於多少 這個面 X等於 就X等於某一個定值的面 X等於0 跟X等於 A 這個面 上面 這個面上面呢 它的 H長 跟它 相切的 就是 HZ HZ 就是 H的 Z分量 所以 這個是 Z分量 然後 XZ 這個面 上面 XZ XZ這個面 它就是 上底 跟下底 上底 跟下底 好 上底跟下底的話呢 它的 H長的 切線分量 有HX 也是它的 切線分量 X方向 也是 切線分量 Z方向 也是 切線分量 所以它有兩個 兩個 東西 就說 這個面上面 有兩個 然後 積分的話呢 就是按照 DX DY 就是 X從0到A Y是從0到B DX DZ X 是0到A Z 是0到D 等等 這個就是 PL的值 那麼 我們 要積的話 我們一個一個積 然後把 HX 帶到這裡來 然後 按照 DX DY 這裡都沒有Y 所以 Y的積分呢 就是B Y的積分 就是B 然後呢 這個 Sine A分之 Pi X 這個積分 然後這個積分呢 我就說 這個 積出來啊 就是這個 我們就不仔細去積了 我們 一項一項的 積分 積出來以後呢 我們把它相加 那就 就變成 總的 消耗的 這個 功率 好 然後就把這個 PL 跟W W 我們已經求出來了 帶到這個 Q值裡頭去 我們可以畫成這個 這個值 OK 好 我們再看一個 一個 例題 要由何種規格 同製的 立體空腔 空腔 產生主要模式之 共振頻率 為 10Ghz 就在此運動 是在此頻率下的 Q值 好 立體空腔的 邊長是 A等於B等於D 它的模式呢 就是我們 前面講的 你後面這個 T1模式 後面這個 不等於為D 那TN模式呢 這裡不可以為D T1模式是 一個可以 M等於1 N就等於0 M等於N N等於1 M就等於1 這三種模式 減低模式 好 那我們把這個 原來的模式 寫出來 然後把這個 2A 2A A不知道啊 C知道了 如果是空氣的話 它就 3乘10的 8gm 第一筆 要等於 10的 Ghz 就是10的 這等於 10的 10ghz 從這裡 就求出 A是等於這個 但是B跟D都等於它 就是這樣 Q字 我們就直接把它帶到這個 4字裡面去了 這個沒有 直接帶進去算一下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看圓坡島 圓坡島 圓坡島呢 它是由 它是由 揭面 為圓形 就是 橫揭面是一個 圓形的 金屬管制成 管內 鑽田的 鑽田的戒指 是為 戒電子 那這就 我們暫時就用 純戒電子 要滿足坡島內 無電荷 戒電子區 就是 你現在坡要在這裡 傳導的話呢 那一定要滿足這個式子 對不對 這就是 沒有電荷 這接電子區的這個 這個式子 我們用了很多次了 好 現在考慮 去接面 均勻的 直坡島 就是說 我們一個坡島 不見得它是一個直的 那圓的 比如說 你長方形坡島 圓Z方向 Z方向不一定是直的 那可能是歪了 彎彎曲曲的 現在我們講這個 就是直的 軸為Z方向 為了方便起見呢 這個時候啊 它的座標就不好用 直角座標啊 我們就用這個 橫向 用這個 三圍的 拉式算幅 把它分解成 這個是橫界面的 橫界面跟α有關 這是圓柱座標 還有縱向座標 有關 於是E與H的兩個向量呢 我們就可以分成 橫向分量 與圓軸分量 與圓軸分量 是和 這是 這是 縱向分量 這個 不是 transverse 橫向分量 這個是圓軸 就是縱向分量 這是 transverse direction OK 就是說我們知道坡在裡面傳播啊 一定滿足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裡頭 因為有 operator del del square 也就是 plation 我們就把它用這個 圓柱座標來做 那又把它分成 橫界面部分的 方向 軸 跟圓段 縱向的方向 然後呢 電場呢 我們也把它分成 橫界面的方向 縱向 橫界面的方向 磁場 跟縱向的磁場 於是 我們看 tm波 tm波 就是EZ等於0 HD等於0 EZ不等於0 那麼我們就假設 這個EZ不等於0 他是等於EZ0 乘上這個 所有的廠分量 EZ 這個是TM波 只有這個 那麼這個獅子呢 這個就代表 橫界面上面的 Transverse Direction Transverse這個 這個 跟Transverse這個 界面的坐標有關的 就可以分成這個樣子 你看我們 改成這個 用這個形式的話呢 它就是γ平方加k平方 這個γ平方加k平方 就是h平方 這我們前面都用過 然後是T1波的話 EZ等於0 HZ不是0 我們假設HZ是這個形態 那也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那要解這個微分方程 就是Basal 要用Basal function 這個地方你只要知道一點 就好 它這個介紹的 我們可能不需要 懂得這麼多 好 這個Differential Equation 它其實是這個樣子 你這個 你這個要用圓柱座標來表示 就是這樣 好 那麼 因為EZ啊 它是橫界面的 它是跟R5有關的 所以你要 你要解這個式子呢 我們一定要用這個 分離變速法 把EZ 變成 是跟R有關的 跟Fy有關的 然後把這個式子 帶到這個式子裡面去啊 它就變成這個樣子 這個式子 就可以變成這個樣子了 變成這樣子 好 那麼 我們看 這個 左邊這一邊的 這兩項啊 僅僅只跟R有關 看到沒有 都是跟R有關 右邊這個僅僅跟Fy有關 所以兩端如果要相等的話呢 那我們知道 你這個R可以隨便變喔 Fy也可以隨便變喔 你隨便值都可以滿足的話 那一定兩個都必須要是常數 不可以是與R有關 也不可以與Fy有關 你與R有關 那你就談不上跟Fy有什麼關係 那麼 因此呢 兩邊都必須等於常數 於是我們就 這邊等於常數 右邊常數就是這個 左邊 等於常數 都等於同一個常數 我們先看這個 這個式子啊 你把這個再微分一下 你把這個再微分一下 就變成三項了 這個 這個式子啊 我們稱它叫Basel Dimensional Equation 要解這個很麻煩 要用極數的辦法來解 就是說假設這個R 是等於這個極數 你看這是 這個是 01234 這每一項的這個係數都不一樣啊 那也就是說R呢 把這個帶到上面這個式子裡面去啊 我們可以解的R是等於這個值 你先不要管怎麼解出來啊 然後CN呢 就是任意的常數 那JN就是代表這樣的一個東西 這樣的一個東西啊 這也是一個極數啊 這個叫做第一類的Basal Function Basal Function of First Kind 好 那麼 此式僅在N為常數的時候成立 這個裡頭啊 N一定只能夠是常數 這也就是我們所要的一個真實狀況 這個式子其實你不要去記了 等於我們不用它 我們看它圖就好了 好 這個Basal Function 對X的曲線 就是像這個樣子的 那我們只要了解這一點就好 你看這個N就是0、1、2、3等等 裡頭這個 0就是這個X等於0的時候 好 以下是兩項值得注意的地方 你只要記得這個就好 X等於0的時候 X等於0的話 如果N不等於0 你看這個 N等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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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的地方 它是等於1 看到沒有 記得這個就好 其他不要去記它 所以 JNX 這個 或者是這個 或者是這個 它都是一個交替函數 政府 逐漸的 它就是一下子正一下子負 這樣 政府 逐漸的下降 你看這個 這個政府 這裡比較小 這裡又更小 這裡又更小 每一個都是這樣 JNX曲線跟J0曲線交錯 你看這個 所有這個 都跟J0這個曲線都有交點 你看到沒有 這裡都有交點 交點間的距離 越來越小 像這個 像這個 在這裡的 交點 在這裡 這個交點 在這裡 然後 這個交點 在這裡 交點 交點 交點間的距離 越來越小 所以 當X非常大的時候 我們這個 這幾下還看不太出來 很大很大的時候 它這個 距離越來越小 所以這個非常大的時候 JNX 趨近於正旋曲線的樣子 就是說 這些曲線 在很遠很遠的地方 因為你這個 這個逐漸的小 逐漸的更小 但是它變得很 很遠的地方 這個 每次小的都是 不會差太多 所以就很正確模式 很趨近 好 這個表 我們要記得它的 這個 這個意思 我們以後要用這個表 XNP的值 XNP是什麼 就是 JN ? X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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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 NPYNPY NPYNPYNPY XNP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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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第二次為零的字 第二次為零的字 那麼這個切零 這是它的 你看這個是二點 二點幾 這個是五點 五點多 對不對 2.405 這個5.20 5.520 這個2.405.520 然後這個N等於1的時候 一次3.8 第二次是7.0 N等於1的時候3.8 第三次呢7點多 對不對 第三次N等於2的時候呢 第一次5.1 第二次8.4 這個第一次5.1 5.7 然後第二次8點多 就是這個值 這是它的X值 那麼 以後我們還會 因為有微分 N呢 導函數 導函數呢 導函數呢 導函數就要注意了 它有這個Jn' Xnp' 等於0 這個時候的這個值 這個值就是說 你當N等於多少的時候 你當N等於0 P等於1的時候 它的值是什麼東西 因為以後 我們以後會有Xnp嘛 那麼它的導函數呢 導函數其實就是這個地方的 導函數的值等於0嘛 就是切線的地方 我們現在看看 N等於0 3.8 7.0 記住 你看這個導函數 這個0 1字0 導函數 切線為0 就是它最大值的地方 第二次是在這個7點多 對不對 7點多 然後 N2 N等於1 N等於1 然後呢 P等於1 1.8跟5.3 我們可以看看 這個 最大值 8.5 在這個 第二次呢 5點多 在這裡 啊 回看 N等於2的時候 P 1是3.0 3.0 6.7 2 最大值 3.0 這個 這是 這是這個 這是剛剛看出多少 6.7 會看這個圖 這個圖一定要會看 這個定義都要知道 定義都要知道 然後他講的 Basal Function不只那一個解 他有其他的解 其他的解 就是說 我們 最後用不到他 用不到他 最後用不到他 用不到他 現在就記得 我們只用 前面的東西就好 這個地方呢 Basal Function的一些 特性 那麼各位自己看看講義就好 看看講義就好 我們就不去仔細看他 那我們 要用的就是 往前面講的 那個圖 Basal Function 它的 導函數 好 那麼我們今天先講到這邊 我們在這個圖 就是 在這個圖 開放 這個圖 我們看到 有的 這 可以嗎 有的